夜門反抗軍青年運動週二 再度攻擊一艘航金鴻海的 希臘籍貨輪 美國也對青年運動的據點 再次發動空襲 最新消息 美國國務院宣布 二月中起重新將青年運動 列為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為了支持加薩 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過去兩個多月 持續攻擊以色列相關船隻 當地十六號又傳出 有懸掛南歐國家 馬爾他國旗的希臘籍貨船 從越南要前往以色列時 在鴻海南部海域 距離燕門薩利夫港西北方七十六海里處 遭到青年運動的飛彈攻擊 鑑於中東局勢持續升高 美國國務院宣布 重新將青年運動列為 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國旗新年運動曾被美國前總統川普 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 不過拜登政府二零二一年將其從外國恐怖組織 FTO和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SDGT名單除名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此舉是鑑於夜門嚴峻的人道局勢 以便糧食和人道援助 能夠順利進入夜門 青年運動此次被列入SDGT 將被禁止使用全球金融系統 青年運動稱此舉 是對以哈戰爭立場相左的人進行勒索 白宮國安會則澄清 此次並未將青年運動列入FTO 就是希望能對夜門人民的人道援助保持彈性 此外 美國公布截獲伊朗 提供給青年運動的武器零件 包括中程彈道飛彈 反艦巡航飛彈的推進器等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聲明表示 美軍首次截獲 提供給青年運動的軍事物資 分析認定青年運動是用相同的武器 來攻擊國際船隻和船員 有十四名船員遭到拘留 將按照國際法決定去處 不過因為攔查過程兇險 有美國海報隊成員登船時意外墜海 另一名隊員跳海救援 目前兩人都下落不明 公視新聞最為了 吳昌編譯